王室 王室 有需要去嗎? 很簡單,拿錢叫人去就好了 這不可能講 直接講的啦 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補助 如果你如果是加強型的 抗颱風的 明年還有補助 今年他沒有補助 但是明年還會繼續補助 所以這個我就不講 往事會怎麼會破掉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風太大當然是會啊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窗戶有沒有 窗戶面上是不是都有一個 房子有一個 窗簾有沒有 他為什麼要開櫻子呢 因為他如果 在我們自己兩罐的時候 就比較工夫對不對 可是你看我們的往事 網子就是空的 通來之後 房子在那裡乾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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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有人都在哪裡 都在下架這裡 摘到好不好 黏著牌子了 所以如果你的夢想要求 你要固定 跟結構面上 固定跟這個骨骼面上 要把它摘起來 甚至要摘在骨骼面上 暗骨發現是什麼 你的骨骼面上 你的骨骼一定要很硬 要不然 風送下去之後 你的骨骼就崩了 所以這就是 這就是重點啦 所以 各位說這個重點 只是說 網室是怎麼 可以起到說不倒 這些骨骼啦 到這些地圍啦 什麼什麼 這都很重要 不過這是 我們今天比較沒有時間 另外這個 網室會減少更耍 你給我看有沒有 這樣有差這個嗎 所以網子要搶搶小小的 尤其是那種 你在那山椒仔中 因為我真的有那個學員 躺在那山椒仔中旁 那面是真的 黑到 白骨都生不出來 所以 你看 網子 你把它換掉之後 差這麼多 所以要注意一下 網子的那個 網子 用那個 沖啊 用沖的而已啊 用那個高壓 對 對 就這樣而已 小農的面積很小 小農那更好洗了 面積不大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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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喔 如果你 往事不是 你沒有去擋台風 你就簡單可以流下來就好了 可以卸下來就好了 對啊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製造量 製造量喔 這個是木瓜到果菜拍賣市場的 到貨量 有一樣嗎 所以木瓜如果需要擋台 在這裡 你就看得出來 所以 如果沒有擋台 你會覺得 我的木瓜可能會出問題 要警覺一下 好 木瓜要撲床嗎 可以 盡量不要撲 因為 你就是要靠那些床來生中木瓜 所以可以盡量不要撲 你看 我們這個農民 那 有一年有沒有 我們這個 很大小的嗎 這是工業喔 木瓜都生成這樣 他就說 很想要放棄 不可以放棄 水來後 好一點 木瓜就生起來 結果那年 要更好 是怎樣 因為頭前多排 木瓜後面排出來 所以木瓜就是 一直生去 一直生去 水很重要 不過呢 床子呢 一秒可以 就不要撲掉 一秒可以 就不要撲掉 簡單說就是這樣 你熱天 你不要撲太多床 所以 想好 稍微你看喔 這邊 我們給他做一個蔬果 上面花就開出來了 上面花就開出來了 所以 木瓜很特別 你今天給他拿掉 明天他就還給你 不會啦 不會那麼快 下個月就還給你了 他就自己會去調節 好 哈哈 你怎麼會在看